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我们的意识被删除了 但是被霸凌导致的心理创伤却无法治愈 我觉得你还是要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不要自己一味地去忍受 本人呢是我们南国南城 著名的青山萌的龙骨头 把师父重要的一个东西拿出来 在背上拿不了 请我们的光回说说话 此案一眼瞳瞳 特别是各位的这个时间线 真的是高音反观 他把第一轮的燃掉了 我觉得他换了 那修口是什么 荣放 荡尽天下不平之事 天下不平之事何其多 本案警局 你怎么来了 我们家的糖水可以甜到融化 如果我心里没有你 我干嘛要给你发这些邮件呢 神经我跟他说 弟弟不管将来发生什么 不管我们的父辈怎么样 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 那个录音笔 是我寄给你的 对不对 这个磁铁怎么会吸到你的扣子 你猜 你有来过吗 你猜 请问十点以后 你来了吗 你猜 这女的看客观子也太吓人了 保护也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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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行走在科技前沿的电子程序员 荣纳丽莎 我很希望有一个亲人 所以我就顺利地有了一个我自己的孩子 我其实很自责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想那可能是我的妈妈 但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记忆 我要跟妈妈一起回家 我现在长大了 我知道是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 你过来抱抱我的书 那那个时候是装睡 我就是闷头 那是玫瑰酒店的执行人之一 13年前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夜半酒店的那个事件 其实对我来讲打击特别大 因为失去了白门桶 包括经历的所有事情 其实我后来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过去了整整十年 其实我也完全放下了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 他妹妹就是招心儿的故事 我受伤害的时候没有人保护我 那我希望将来更多的孩子受到伤害 我可以去保护他们 然后呢这个酒店一半我们是给孩子住的 然后一半呢就可以作为就是经理 你会成为自己的光 也有人愿意成为你的光 我们自己需要我 别人来照亮我们 我们也要 照亮别人 努力地变成别人的灯塔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